海派文化 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禁论 也接收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 所以它有细腻雅致和时尚现代的特征 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赋予了这座城市开放和包容的品质 这是城市给我们最大的馈赠 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圣语里是上海非常典型的石窟门建筑 清水丹道顶 顶部是红色的双坡顶 建筑风格非常敦实 圣语里所在的一个区域 曾经是上海石窟门片区 成片的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 代表着百叶兴旺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区 在圣语里面居住了很多实业家、学者、有艺术家 如今忽原了这样发动的圣语里的建筑 可以说是保留了城市的一个记忆 租借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江南地区的有钱人逃到租借来避难 促使了房地产的发展 石窟门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式的兴起 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士和院 和西方的这个Townhouse融合的样式 上海汇聚了江南的人才 汇聚了江南的财富 上海就是江南的上海 是中国的上海 城市的文化除了高端层面的艺术 更多的是体现在城市的一些微观的层面上 体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 城市文化影响了我们 对于这个城市过去的一个认知 也影响了我们对于现状的一个判断 也融入到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未来的 这个展望当中 生育里所在的这个区域 可以说是一个都市里面的江南 是一个新旧的城市空间的对接 在这个对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原有历史文化的一个流程 也看到了它重新的一个复兴 在新的城市空间里面 它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机遇 整个这个区域应该来讲 文化内海是非常丰富的 好游多所在的这个楼 它的背后是福建北路菜市场 这也是我童年时代生活的这个区域 那么它背后是朱江安康院 朱江安康院也是以前是成片的 是库门的理论的区域 福建北路桥以前那个俗称是叫老闸桥 这个桥其实它在历史上 它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拆迁啊重建 在历史上它还有一个船码头 它也是个航运非常发达的一个区域 天后宫原来的位置是在河南路桥土下面 那么现在福建了以后 搬迁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 天后宫祭祀的是马祖 这也是一个上海是作为一个航海城市 航海地的文化的一个传统在里面 天后宫也是中国最外开放的旗航地 清政府的一些住外时节 是在这里休息出发的 这个天后宫是上海官制规模最大 建制最全的一个地方 这是天后宫的戏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云顶是非常漂亮 海龙西珠的图案 然后有各种精美的雕花 可以看到匠心之美 这个区域呢 其实它有非常深厚的娱乐文化的基因 马路的对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四家园林叫徐园 在往虹口方向走 这里汇集了上海半数以上的电影园 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发展 了解这些我觉得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们也很重要 因为我不会知道这个城市是从哪里来的 它会往哪里去 上海的文化其实就是由各地来的移民他们所带来的 融合了上海开部以后 从西方过来的近代的工业文明才形成了海派文化 它既有江南文化的典雅 也有西方的开放和境区 我觉得这是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城市品格里面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总商会 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是可以看到 上海开部以后它的发展进程 上海其实吸纳了江南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的人流财富 然后才形成了以后面吞泊的发展 这样的一些建筑一些遗传 它其实是把上海在各个阶段当中的发展 都融住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当中 对这个空间的认识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来了解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霸占了各种平洋的可能性 文化其实它是有机生长的 文化也是城市的灵魂 沿着苏州河一路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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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总商会是20世纪初到这30年代建立的四行仓库 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是上海繁荣的经济活动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是跟上海这个城市是共命运 它是上海历史的一个见证 在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时代里面 如何让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有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思路叫活化 其实就是把新的使用的功能注入到这个历史空间里面 让新旧不同的城市空间能够更好的对接 能够激发沉淀在城市公共空间里面 原有的这种历史文化的活力 这个灵敏咖啡馆它是坐落在商仓库里面 在这样的历史移层当中 它嫁接了一个新的激发性的活跃的功能进去以后 使得每一个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 到访这座城市的人 能够很容易地走入到这个空间里 能够非常清晰地 生动地感受到城市的一个历史 在活化的处理的过程当中 它们能够体会到城市应有的温度 能够把握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这是海太文化给予所有的 接触它的人的一种吸引力 一种魅力 我们现在身处金泽古镇 金泽古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在上海大于一平方公里的湖泊 大多数都集中在金泽镇 金泽目前我们还保留了自宋代以来的七座古桥 江南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 在明清时期 它占到了世界经济往来的龙头地位 在上海开部以后 江南文化已经和明清时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它不再是作为一个整体 而偏重于在各个市政当中进行发展 作为了多元文化当中一种 对城市的未来 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包括跟江南文化有关的这样的历史文化空间 它的一些建筑物 它的各种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遗存 它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当中 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我们现在身处的圆道湖漫行桥 它是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无江的这样的一座能型的漫行桥 这个也是长山脚一体化示范区的一个成果 长山脚一体化深度的融合和推进 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么这个新的机遇就是 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 打造四化江南的新的格局 以文化创意作为亮点 还塑造江南发展的新的动力 今年正好是 长山脚一体化示范区画排三周年 也是江南文化 重新落到了这个空间里面 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漫行桥现在已经成为了往欧打卡地 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当中 明确了文化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巨大的作用 在这次上海的疫情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城市文化在凝聚人心 在克服危机 在增加生活的信心方面 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城市品格 也是一种城市精神 它带来了一种城市的自信 现在这个城市在它要重新出发的时候 那我觉得海派文化冷蓝也是 我们需要重新来进行解读 省市领悟的文化的精神一谈 它和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一样 都是这个城市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 的城市 在城市上 这些城市 中文化 感谢观看